人体肚脐中有一千多种细菌,你觉得是真还是假? 你相信与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居然是细菌吗? 美国研究小组发现,人体肚脐这个小小的凹槽竟然潜伏着一千四百种的细菌。 小斌与少廷贡献自个儿的肚脐,根据报道所说方法进行采样。 三天后,培养肌长出密密麻麻的细菌。 但我眼睛睛也瞧不出细菌的菌种。 原来要观测细菌种类,要用不同营养的培养机,挑出每一颗菌株。 用生化检测的方式比对生物身份,实验难度可是很高的哦。 因为台湾目前没有大规模研究人体肚脐细菌,对肚脐中有多少种细菌不能轻易定论。 但肚脐里的细菌量达到上千上万个,则是很正常的现象哦。 你会发生的老提高的一颗菌。 你会看到《资金黑胸团》为中小时候的细菌合。 你会发生的重点放测的话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